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你身上有邪灵引起的 专挑女性驱轨鞋 盘缠需要明算账 他收取的钱吧 有几千到几万不等 这些看病的人病情都没有好转 民警装扮看病人 跳大神 现场抓现行 骗财大仙落网季 守王都市今时关注 小区垃圾成堆 轻运公司今日清理完毕 所有的车位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这我们业主也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看起来也没有那么脏 没有那么乱了 男子明知故犯 动车上吸烟被拘留 长征市十一家民生服务企业 共建应急联动机制 毛皮新房顶棚漏水 准业主进退两难 闲置锅炉房存隐患 居民质疑安全问题 听信黄波罗树能治疗颈椎病 男子非法砍伐 被刑拘 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 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 报道了中海环宇天下锦城小区门口 有一个垃圾站点半年无人清理的事 今天小区业主吴先生再次和我们取得了联系 说今天一早 轻运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赶到了垃圾站 开始对堆积的垃圾进行轻运 我家在中海环宇天下锦城Q区 我家就住在这个三楼 旁边不到四米的距离就有个垃圾点 这个垃圾点存在四年了 每天我不敢开窗户 开窗户所有的这个臭味全吐到屋子里边了 我们邻居现在已经找屋业 屋业一直说他清理清理 一直也没个信 没个准消息 都不是十天两个月了 都半年了都没清理呢 咱目前联系到那个清理 联系完了 他给告诉说大概多久来清理 近期近期过来 我们咱们再随一遍 8月15号 我们的节目报道了中海环宇天下锦城小区门口垃圾点垃圾城堆的情况 节目报道后 小区业主吴先生再次联系到了我们 并表示今天上午清育公司已派人来清理垃圾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中海环宇天下锦城小区 那昨天我们的节目报道了 小区门口的垃圾堆迟迟没人清理的情况 那今天呢 记者再次来到了现场 那可以看到目前的垃圾堆正在被清理 小区业主吴先生表示 清育公司清理后也走访了小区业主 提醒大家切勿将生活垃圾扔在此垃圾点 物业也表示会及时观察垃圾点的垃圾情况 并及时沟通清育公司 现在收拾的都挺赶紧 今早都收拾的干净的 卫生也好了 大伙都高高兴兴的 感谢守望都市 昨天刚播完 今天那个物业就找清育公司 把这个垃圾清理完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个清理完之后 所有的车位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这我们业主也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看起来也没有那么脏没有那么乱了 真心的感谢守望都市 守望都市报道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们都知道乘坐高铁和动车的时候 在车上是严禁吸烟的 一旦违反了这个条例将会依法受到处罚 但是仍然有人心存侥幸以身释法 最近在一列有长春开往白城的列车上 一名男子突然烟饮犯了 躲在卫生间里吸烟 引发了烟雾报警器的报警 列车也因此突然降速 大月13日下午1点50分许 由长春开往白城的 乘507次列车突然出现降速的情况 报警员位于5号车厢的卫生间内 疑似有人在里面吸烟 列车乘警立即赶往5号车厢 经过工作 乘警在车厢内将卫生间吸烟的杨某查过 根据城警调查 杨某明知高铁动车上不能吸烟 仍然心存侥幸 在上厕所时躲在卫生间内吸烟 是不是给这抽的 是不是给这 那你值不到车也不能抽啊 值不值得 你要是年轻人 手机嘎玩儿 没有值不值得 知道 烟雾那抽完了 全抽完了 抽几口啊 抽一半 抽一半 我说你们我多少范畴 我一圈一圈我数 刚才就抽这个 完了烟头能变直 也抽了半个是吗 对 目前杨某已被白城铁路警方 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同时他将被列入铁路失信人员名单 180天内被限制乘坐高铁动车 守望都市家鲁宇峰报道 乘坐火车出行 除了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外 还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以免因为一时的大意 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 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 但是总是有一些旅客 还是会粗心大意 前两天旅客李女士 就在长春站 把背包给遗失了 幸运的是 经过大家的一番寻找 这包势而复得 当日李女士来到公安机关 报警的时候十分焦急 声称自己的一个背包被偷了 我们经过了解 李女士的包里 她说有两套房闪证明 还有老人的户口本 还有一部手机 以及现金一千余元 8点20发一个包没有了 您是跟自己一人来乘车 进账还是跟家属 我那是爷们 家属 两个人 他们来这个之后 就买两个瓜 搁坐椅子就买水 在初步了解了情况后 韩警官第一时间 陪同李女士来到了后车室 对其丢失的背包 进行寻找 当时是在哪个位置坐着呢 我在10币或者11币 这个地方的第一排坐椅子 这排吧 是不是 这是8币9币前面 当时就是在这个位置坐着的吧 对 咱们那个进站之后坐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离开座位 没有 对 给他转一下 在走访排查的同时 值班室的民警 也在同步调取事发时的监控录像 却发现李女士 在赶到9币后车区域时 并没有携带背包 然后呢 我们又通过调取进站录像发现呢 李女士确实有背着这个包 进了火着 然后呢 我们就推测 可能说是在这个中间这个区间 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导致了李女士的背包呢 丢失了 咱们先向白眼前瞅一眼 因为我们刚才瞅了一眼监控 感觉那个你过来的时候 就是在作为就坐的时候 就没看我那个包 然后看看是不是能不能在 安检过程中 那个遗忘在这块的 经过与安检处工作人员的确认 发现在安检处的行李台上 确实有意无人认领背包 由于安检旅客较多 堆积的行李也较多 所以之前并没有被发现 找到背包之后啊 李女士通过对自己背包里的物品 进行核实都在 也意识到了乘车出行 要看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确认一下物品没人意义 咱就站上乘车吧 行 好嘞 太感谢你了 蛇王都市报道 根据全国公安机关 下业治安巡查宣防 集中统一行动的安排部署 四平市公安局辽和分局 在8月12号至14号 部署开展了 为期三天的治安巡查 宣防集中统一行动 民警针对辖区内的重点场所 重点路段开展 集中统一清查整治行动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四起 检查行业场所76家 抓获非法捕捞再逃人员两名 为了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以及预防各类安全风险的发生 近日 四平市公安局辽和分局 开展了下业治安巡查宣防活动 围绕近期案发规律及特点 对辖区内重点场所 重点路段 开展了集中统一清查整治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 我们一共成立了五个行动小组 分线作战 治安警毒部门 围绕黄土民等违法犯罪行为 对恶厅 游艺厅 洗衣按摩 旅馆酒店等行业场所 开展地毯式 拉网式的清查 交警大队结合辖区道路交通特点 严查酒驾醉驾 无价 据了解 在行动中 四平市公安局辽和分局 顾家子镇派出所 还围绕富澳广场 这一治安论点 以及夜间人员密集场所 同步开展了反电炸 防溺水 防火灾 聚酒驾 聚堵毒等宣传活动 通过警示教育 提高群众守法自觉 和自我保护意识 首网都市报道 一起奔腾B70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 飞客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相伴同城长 长春农生银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龙腾香格里提醒您 长春晴17-28度 孟之兰孟六家提醒您 白城晴转多云 17-29度 空军昭飞提醒您 松原晴18-29度 老泥轿岩江酒提醒您 四平晴17-28度 道一丝法尔提醒您 辽元晴14-29度 小糊涂鲜酒提醒您 吉林多云转晴16-28度 金生牌天然松人路提醒您 通话请转多云15-28度 傅新宇松荣酒提醒您 白山多云13-27度 顶风针月饼提醒您 年级请转多云14-29度 飞碟汽车提醒您 长白山请转小雨 10-26度 广发银行提醒您 长春晴17-28度 美好城市 梅河新区 欢迎您 梅河新区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大仙逢人便说有灾难 自称通灵致买病 自称能通灵万物的大师 告诉他们 这个得病久治不遇 都是你身上有邪灵引起的 专挑女性驱轨鞋 盘缠需要明算账 他收取的钱吧 有几千到几万不等 这些看病的人 病情都没有好转 民警装扮看病人 跳大神现场抓现行 大卫性做法 也有买性的转型 总共的钱款 大概在三万以上 骗财大仙落网季 守王中市 金氏关注 长城市11家民生服务企业 共建应急联动机制 组织供水 供气 供热 供电 通信等企业 组建了这个 城市行李箭 贡劈新房顶棚漏水 准业主进退两难 客厅那个窗户上边 一层那个房檐全漏了 还没有装修 还没有直接损失 它的赔偿诉求 是没办法支持的 闲置锅炉房存隐患 居民质疑安全问题 因为毕竟是回家的 毕竟日落 它特别危险 党们一直在协助居民 在治安证据 认定这东西是否是否 听信黄波罗树 能治疗颈椎病 男子非法砍伐 被刑拘 这啥玩意 黄波离忘 在哪块砍呢 门诊市场一刻钟 住院不用交押金 本来没有倡导 一宽呼信的国民医疗集团 长春院区独家冠名播出 昨天呢 由国网长春供电公司 长春市水头集团 长春燃气 长春天然气等 11家企业组成的省内首个 城市生命线共同体 正式启动 11家企业将在优质服务 应急抢险 重要用户保障 民生工程建设等方面的站位 高度一致 做到信息共享 工作互助 8月15号 由长春市建委率先牵头 由国网长春供电公司发起 由长春市水头集团 长春燃气 长春天然气等 共11家企业 参与构建的省内首个 城市生命线共同体 正式启动 城市生命线共同体 正式成立 当天的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 在合作机制具体内容方面 就包含了11家企业 将建立联合抢修应急响应机制 施工方在施工过程中 如发生外力破坏 应迅速联系相关方 对应区域负责人员 向相关方提供现场照片 定位 施工单位负责人联系方式等信息 协助相关方排除故障的内容 为了能进一步加强 城市的应急保障能力 组织供水 供气 供热 供电 通信等企业 组建了这个城市 相对线共同体 协议各方 聚焦电 水 气 热 通信 无网协同 推出25项务实举措 将在重大项目建设 基础设施运为 突发事件处置等领域 形成共建共荣的良好氛围 首王都市长汉广为报道 记者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 昨天东北地区首家国际商事法庭 长春国际商事法庭正式开始受理案件 这也是长春智慧法务区 五庭医院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8月15号 设立在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东北地区首家国际商事法庭 长春国际商事法庭正式开始受理案件 这个国际商事法庭是专门审理 设外民商事案件和重大司法庭的安全 审判也有更加专业 更有利打到这种专业化 精品化和特色化的法庭 据了解 长春国际商事法庭将直接受理吉林省范围内 除吉林市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外 诉讼标的额不满50亿元的 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 一方当事人为外商独资企业的商事案件 信用证纠纷案件 饱含纠纷案件等多种类型案件 同时作为长春智慧法务区 五庭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春国际商事法庭也配备了多种智能系统 让当事人充分享受到 更加方便快捷的司法服务 当事人可以通过网上网上实现力量交费 进行远程开情 能够享受到一体化 便体化 低成本的速度 守望都市 同飞 王超报道 弘扬雷锋精神争作献血先锋 今天上午长春市都市亮点 雷锋总队组织队员开展集体义无献血活动 用自己可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上午10点在长春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院内 30多名雷锋车队的队员早早地来到现场 间隔一米排队依次进行登记 化验 抽血 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为需要的人奉献一份安心 我们是老兵雷锋车队 基本上多数都是党员 是从1993年入当兵开始献血 基本上每年保持两次 每半年一次 4年就已经开始献过了 平均是一年献一次 我们提前就是休息好 注意了饮食 保证了就是睡眠 献血呢 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 让爱更好传递下去嘛 坚持献血的一个行为 本次无常献血活动 长春都市亮点雷锋总队 携手旗下13支分队 共有31人参加 成功献血18人 献血总量4700毫升 用热血彰显雷锋精神 都市亮点雷锋总队 我们已经参加这个 义务献血活动 今年是第四个年头 远远都是接到通知之后 都是非常积极的响应 告诉了这些队员 一周之内饮食各方面 都进行了调整 不会对这个血血工作造成影响 奉献爱心 点亮生命 我不认识他 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 一致的名字 雷锋车队 他们玩起衣袖 为他人带来一份深刻希望 让我们为每一个他 领赞 第五届中国职业安全健康高峰论坛 即第四届东北亚基林 安全与应急产业博览会 即将于9月6号的8号 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今天相关单位就高峰论坛 和安博会相关情况召开了发布会 8月16日的发布会上介绍 本届博览会即将于 2022年9月6日至8日 在长春国际会然中心举行 博览会总体展出规模 达5万平方米 预计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观众 将突破6万余人次 另外在博览会现场 也融入了家庭消防 医疗应急 电力安全 燃气安全 出行安全等多种技术 产品和装备 展会现场还有卫健委的 专业医疗救援队 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 为广大市民免费交手 心肺复苏救助 AED除颤仪使用等 专业技能培训 同时呢 我们还设置了安全生产 消防救援 地震逃生 高空速降等多个体验场景 同期呢 还聘请专家开设了 安全教育 大讲堂等多种活动 希望广大市民借此机会 多参与 多了解 多科普 能够掌握更多的安全常识 以备不时之需 首昂都市 程翰广微报道 近日 严吉不叶城 及中国朝鲜族民俗园 提升改造项目顺利完成 并在8月13号 举行了奇目仪式 奇目仪式上 激光秀表演 电音拍队等节目轮番登场 点燃了现场气氛 据了解 严吉不叶城 及中国朝鲜族民俗园 是严吉市重点文旅项目 今年 严吉市政府对其进行重磅升级 该项目占地9.4公顷 由不叶城美食街和不叶城民俗园两部分组成 据统计 起目当天 这里共接待游客3.8万人次 我们不叶城项目当中有8个演出点 大家都可以在每周4周5周6周日的若干时间会看到魔术表演 还有朝鲜族传统乐器的表演 还有相貌舞 长谷舞的表演 同时美食街区我们还会有一些乐队的表演 以及我们说的街舞表演 会在两个地方去重拾呈现 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和游客 不叶城美食街营业时间是16时至22时 不叶城民宿员营业时间是90至22时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清血八尾片 国药清哄血 学好心脑好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大仙逢人便说有灾难 自称通灵 治百病 自称能这个通灵万物的大师告诉他们 这个得病久治不遇 都是你身上有邪灵引起的 专挑女性驱轨鞋 盘颤需要明算账 他收取的钱吧 有几千到几万不等 这些看病的人病情都没有好转 拟警装扮看病人 跳大神 现场抓现行 要为谁做好 也用可爱人家的转型 总共的钱款大概在三万以上 骗财大仙 落网季 首王都是今世关注 毛皮新房顶棚漏水 准业主进退两难 客厅那个窗户上边 一层那个房间全漏了 还没有装修 还没有直接损失 他的赔偿诉求是没办法支持的 闲置锅炉房存隐患 居民质疑安全问题 因为毕竟是回家的 毕竟入路 特别危险 党一直在协助居民 在治安证据认定 这东西是不是 听信黄波罗树 能治疗颈椎病 男子非法砍伐 门诊时长一刻钟 住院不用交押金 本来没有倡导 医患户信的 国文医疗集团长春院区 独家冠名播出 今年六月 长春的李女士 来到中海橡树园售楼处 想要购买一套住房 当时职业顾问表示 房子的钥匙没在手里 但李女士看中的户型 只有两套了 如果不立即定下来 可能就没有了 出于对地产方的信任 李女士当时就交了 两万元的订金 没过几天 李女士到售楼处 准备签合同交首付的时候 售楼员才告诉她 由于下大雨 房子的棚顶被泡了 李女士来到房子 查看被泡的情况时 又发现了多个漏水点 房子还没到手 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李女士接受不了 6月27号的时候 第一次来中海相处园 看她一百零二层的户型 但是当天呢 我来看 她没有带我看那个县房 就是说什么 要是在工程那 导致了我又没看上房子 但是那天的时候 这个售楼员她跟我说 问我下面相中这个户型 我说相中了 然后她说 你相中了 你就定下来说 现在只剩805和807 这两个户型了 因为看中了这个房子的户型 也比较信任地产方 李女士就交了两万元的定金 6月30号 售楼员打来电话说 让李女士来签合同 副首付 李女士回答说 签合同前 必须得看一下房子 这时售楼员告诉她 因为下雨 导致房子漏水了 李女士跟中海 橡树员售楼员进行沟通 对方表示 房子已经给修好了 是李女士迟迟不来签合同 我说要么你们给我延长质保 因为他们质保期是5年 质保期内 他们管维修和赔偿 我说如果你们这个 如果延长不了的话 如果物业接管之后 你们物业管维修 和管世界的赔偿也可以 但是他们也是不同意 现在因为我没签合同 所以我没有这房子钥匙 我想进去看 我也看不了 地产方面 现在要求我跟他们签合同 我可以跟他们签这个合同 但是我有诉求 我的诉求是 他们给我一定的现金补偿 为了了解情况 记者和李女士一同来到了 中海橡树园售楼处 等待半个多小时 没有见到相关负责人出面 采访结束后 中海地产的客服经理 联系到了记者 这个漏水的原因是什么 是在那个雾面 其雾面上 就是有一个沿沟造型 在那个部位的地方 有打胶 有那个遗漏的地方 好几个地方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就是水 它又如果是在保温 和主体之间窜水的话 它可能是走向是不一样的 你在屋里面看见 是好几处实际上 就是那一处的水穿下去的 对于李女士的赔偿要求 以及延长质保期的诉求 对方给出了答复 第一方面呢 现在未签合同 它在法律上面未经济交割 第二方面呢 即使它是签了合同 它是一个谋批的交付标准 还没有装修 还没有直接损失 它的赔偿诉求 是没办法支持的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客户担心我这个防水 会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中海地产这边 是严格执行质量保证书 和住宅使用说明书的 规定指标 就是防水的质保期 为五年 没有办法支持客户 提出的五年质保诉求 那么遇到类似的情况 业主该如何维权呢 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李女士呢 已经交付了定金和首付款 房地产开发公司 已经实际交付了该房屋 尽管李女士和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 没有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但双方达成合议 并且确定房屋价格和确定房屋单项的 这个合议 已经是很明确的 开发商提供的房屋 因漏水造成的实际损失 可就漏水的原因和相关损失进行举证 要求开发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首王都市刘畅公内报道 最近很多家住九台区工农办事处 家属楼的居民向我们反映 说前段时间 当地的房屋主管部门 对小区里一些居民 自己加盖的库房进行了拆除 但有一个闲置多年的锅炉房 却没有拆 看着明显存在安全隐患的锅炉房 居民们表示有些不理解 我是九台区工农办事处 我的业主 就是现在在锅炉房吧 已经闲置二十多年了 因为年久失修吧 没经过也没管 他已经变成危房了 老人了小孩啊 因为毕竟是回家的毕竟日路 而且小孩在楼下玩耍 老爷老太太在楼下那个乘凉 他特别危险 在现场我们发现 废弃的锅炉房 位于小区两栋楼之间 为二层建筑 面积约200平方米左右 现已闲置 旁边还有两个车库 雕女士等人说 其实之前锅炉房附近 还四大乱建了很多违章建筑 但由于近期小区旧城改造 已经拆除了一大部分 已经拆除了一大半的建筑物 为何还会留下一部分呢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我们来到了负责该小区的 银城街道新华社区 工作人员表示 收到居民反应问题后 他们正准备在锅炉房前 拉起警戒线 并在附近施工工作结束后 派人对锅炉房进行修缮 这个事现在是小区旧改 有两栋以往的建筑 以往建筑 但是得有实际使用人 咱老百姓有的诉求 要把这个拆了 但是得先认定 这东西是否是为鉴 所以说咱们一直在协助居民 向自然资源局认定 这东西是否是为鉴 随后为了进一步解决此事 我们来到了九台区自然资源局 工作人员表示 经调查取证 锅炉房是建设小区时的 生活附属设施建筑 现由建筑部门物业办管理 属国有资产 强拆需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实施 而两处车库建筑 也是有所有人的 其出售单位为九台市工农街道办事处 所以不能完全认定为违法建筑 但由于建筑时间久远 他们会对该问题 进一步向当时所建设单位调查了解 待合适情况后进行依法处置 首网都市张建富强报道 因需要配合重点工程建设 长城市朝阳区的部分区域将计划停水 具体停水时间及影响区域 来看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因配合重点工程建设 长城市朝阳区东起开工胡同 西至开运街 南起开工胡同 北至工农大陆停水 先行蹦站 石油蹦站 交通厅蹦站 金谷国际大厦等受此影响 停水时间8月16号20点 至8月17号6点 长城市清开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40名公益性岗位人员 报名时间2022年8月17号 至8月18号上午9点到11点 下午13点30分至16点 报名地点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才劳务交流服务中心一楼 为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国网长春供电公司 计划于8月21号8030分 至8月21号17时 对胜利变石千伏胜约县 进行线路计划检修作业 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定于2022年8月15号 至8月21号 对部分小区的居民用户 进行燃气管线 燃气设施入户安全检查 东盛客户服务中心 管辖区域安建小区 东城宜家 荣乐家园 东风明郡 热电五区 中铁十三局小区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门诊时长一刻钟 住院不用就压筋 本来没有长导医患户信的 国文医疗集团 长春院区独家冠名播出 封建迷信不可取 但是有的时候 人遇到点小事 就容易胡思乱想 一些所谓的大仙 就会利用个别人的破财 免灾的心理实施诈骗 今日长春市奋进派出所的民警 经过四个月的缜密侦查 成功破获了一起 利用封建迷信 诈骗他人钱财的案件 视频中的这名女子姚某 自称是通灵万物的大仙 看一下陌生人的面貌 就知道其有什么身体疾病和灾难 并能帮其去除 然而这个大仙 看病却需要盘缠 每人几千到一万元不等 那么他究竟有啥本领呢 一切还要从今年三月份说起 当时奋进派出所 接到居民报警称 被一女子以跳大神治病捉鬼为由 诈骗了一万余元人民币 自称能这个通灵万物的大师 告诉他们 这个得病久治不遇 还有这个身上遇到各种的不顺呢 都是你身上有邪灵引起的 这个大师嘴里会经常说一些 非常陌生的话 当时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到达现场之后 就发现这个大师已经不知去向了 不仅如此 在此期间 民警还陆续接到多名女性的报警称 被一个大仙以跳大神的方式捉鬼看病 民警调查发现 几起案件都指向了姚某 他收取的钱吧 有几千到几万不等 这些看病的人 病情都没有好转 并且病情吧 还有所加剧 被骗的人很多 大部分分布在那个黑机疗等地 随后民警对姚某展开了调查 直到7月25号 民警发现姚某的踪迹后 马上装扮成看病人员 前往该女子住所 此时该人还在以跳大神治病捉鬼为由 实施诈骗 掌握起犯罪证据后 民警现场将其抓获 就清查一些他这些物品 他的账本之类的东西 然后发现了咱们一些被受害人的信息 在我们审讯下 他如实交代了 他为其做法 引用受害人向其赚钱 据咱调查 总共的钱款大概在三万以上 审讯中犯罪嫌疑人姚某对自己利用封建迷信 实施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而这些受害人的钱款已被警方成功追回 警方向广大群众提醒 一定要破除封建迷信思想 可以驱邪治病之处 提高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 增强自我防范意识 生活中如遇到类似情况 一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求助报警 以免自身财物受到损失 守望都市 新京 宇峰报道 除了迷信不能信以外 一些没有科学根据的偏方 也不能完全相信 近日敦化林区一名男子听说 黄菠萝树能够治疗颈椎病 便非法砍伐一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黄菠萝树用来给自己治病 目前该男子已经被公安机关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月30号下午 敦化森林公安分局 三针大队巡护小组民警 驾车巡逻到敦化林业局某林场 一勾系内时 发现大山深处有一看护房 由于该勾系道路泥泞 警车无法前行 于是民警穿上雨靴 徒步行走一公里 来到该房屋进行临证检查 进行检查是发现该屋 门窗处有一个疑似黄布罗木段 所以侦探员对当事人 也就是这个房屋这个主人 进行这个盘问 据嫌疑人善某交代 他听说诊着黄布罗木段 睡觉能治疗颈椎病 便于2020年春季 非法进入国有林内寻找 并私自采伐了一株 10公分左右粗的黄布罗树 目前犯罪嫌疑人善某 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首网都市同飞通讯员张国庆报道 前一段时间 白山市的一家旅店的经者余某报警说 自己放在旅店内的手机被人给偷走了 警方通过视频排查 发现曾经住在这家旅店的一名男子 存在重大的作案嫌疑 近日白山市浑江区某旅店老板余某 来到新建公安分局报警称 自己放在旅店内的手机被盗 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即调取旅店内的视频监控 发现偷盗手机的犯罪嫌疑人围在该旅店住宿人员张某 此时距离手机被盗已过去近一个小时 犯罪嫌疑人早已不知去向 民警立即向报案人余某询问住宿人员张某的详细情况 经了解该人七十多岁 性格比较孤僻 不爱说话 也没有固定住所 同时在我下去对这个二十手机店进行了走访 走访了发现就在案发之后 有一个人过来出售了一部与被害人型号相同的苹果手机 经过对手机店老板询问 民警得知犯罪嫌疑人张某曾经在火车站附近旅店询问过住宿事宜 民警推测其应该是在寻找落脚的地方 于是在周边旅店进行摸牌 最终在一家旅店内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 经询问犯罪嫌疑人张某对盗窃手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现已被新建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同样被盗的还有附近辖区的邻街商户 自六月末以来他们所经营的超市窗户或门锁经常被撬开 超市内现金香烟等物品被盗 被盗财务总价值累计高达七万余元 接到报案后我们赶到案发现场 经过现场勘察和对周边监控的调取 发现多起门之旁被盗案因为同人所缘 为切实维护辖区群众的财产安全 新建公安分局各部门多警联动合成作战 迅速展开案件侦破工作 经过串并案件最终锁定居住在江源区 渣子镇的余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我们分局组织精干警力前往江源区渣子镇 成功将余某抓获 竟询问余某对六月末以来盗窃多家门市房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首王都市战斌海拨报道 怕热糖喝碱醇 君乐宝碱醇酸奶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酱辛美味醇香牛肉 浩越牛肉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卉山鲜博士鲜牛奶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没有华丹不成席 华丹啤酒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君乐宝碱醇提醒您 长春晴17到28度 浩越牛肉提醒您白城晴转多云17到29度 维尼斯水上乐园提醒您松原晴18到29度 安巡通提醒您四平晴17到28度 海信集团提醒您辽园晴14到29度 中良福林门提醒您吉林多云转晴16到28度 云门降酒提醒您通话晴转多云15到28度 华镇社区团长招募提醒您 白山晴转多云13到27度 优密蓝莓精亮提醒您 年级晴转多云14到29度 埃毛台美生活提醒您 长白山晴转小雨10到26度 精管学院提醒您 长春晴17到28度 飞碟汽车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新风自由响 美的家用中央空调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外一说说外面的缆线 外一再有垂落的 就不用挨家问是 哪家通信公司的缆线了吧 这样非常的方便 好了 守望都市守望健康 守望都市邀请您 接下来收看 由国文医院独家冠名播出的 守望健康 今晚的经典剧场将继续播出 都市情感剧 山岳不知心底事 请准时收看 明天同意时间 我们再见 明天见